观众朋友们一定明显感受到气温真的变冷了 冷气团发威在淡水就出现了10.8度的低温 不过切上局表示周末会逐渐回暖 过了11月之后正式进入冬季 切上局预测未来冬季受到了强烈声音现象的影响 将会偏暖而湿 中南部枯水期会比去年多雨量 不过还是要节约用水 但仍然值得留意的是 即使是暖冬还是会有寒流 气温直直落 路上行人冷到受不了 边走边穿外套 机车骑士也戴上手头预寒 首播冷气团报到 26号晚间11点淡水出现最低温10.8度 不过这周末会开始逐渐回温 这两天因为清晨的气温受到冷气团 还有辐射冷却的影响 可能回温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但是白天的气温在明天 像北部就有机会回到26度 中南部就有机会回升到28度到29度 在北部大概是8到10度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的幅度 就超过10度以上 虽然周末回暖 周一又有一波东北风报道 气温会稍微下降 气象局预估 今年的冬天形态 将会受到强盛音现象影响 热带高压减弱 东北季风 冬季将会偏暖多雨 这可能是现在有观测以来 属于超强盛音的阶段 那这个盛音的影响 在台湾这边容易有高气压影响 那会减弱东北季风影响的频率 那台湾就容易出现 比较温暖的冬天 气象局表示 今年的盛音现象 和1998年的强盛音 不相上下 因此今年秋季是历年来最高温 也是台湾最热的秋季 气象局提醒 虽然未来冬季将是暖冬 但还是会有寒流出现 患有心弦管疾病的患者和长辈们 得注意保暖 云音TV三众周一知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